最近天津市津南區百里台鎮 發生大範圍的地面開裂沉降 目前一共疏散安置群眾接近4,000人 受到影響的主要是碧桂園奉錦亭園小區 內地媒體《每日經濟新聞》 日前發布多張現場的照片 報導說部分的樓出現了目測歪斜的情況 而其中一棟低矮紅樓就最為嚴重 報導說相比起流動傾斜 有些流動地面連接著發生的較大裂縫是比較明顯 很多裂縫都達到幾十厘米闊 小區內也很多路面出現了程度較大的隆起 甚至有車經過的時候會出現擦底盤的現象 細小的開裂更是隨處可見 這篇報導引述現場工作人員說 目前涉及到的居民已經被妥善安置系酒店 不過這篇報導已經被刪除 但仍然可以在多個新聞網站看到 建坑 建坑 許多餌 甘